今天的肯定一号 双方现在已经站到跳球界 张昭旭跟哈达迪 弗雷特单等掩护 直接扔三分 终于进了 直写 王里公 在抛投 这球磕磕而出 前点三打二的机会 弗雷特直杀篮下 换左手上篮 没有打成二加一 但是犯规上罚球界 这个球直接掉身后 传得太想当然了 弗雷特追身三分球 中 还是得防啊 不能这么放浮沈 让他找到结构 无球掌护 弗雷特兜出来结球 后撤 有意拉开空间 突进去了 蔡亮那边 跑到位了 是上篮应该有 先打的篮板 抛投没有打中 一个变相就进去了 弗雷特 先让篮板拨出来 好球又是弗雷特 前 这边兜出来 卢尾三分也是准 弗雷特后仰 超难三分 这角度看像是没踩线 我们看这个 掩护之后有权摔倒 弗雷特 行进 还是球在外线飘着 好球 这一次终于杀进去了 真扛不动 好在哈迪这次没投减 亚曼斯莱也是有三分 中了 这边没人防啊 这两次长甩啊 四川队显得都是操之过急了 弗雷特抽远三分 直接命中 真厉害啊 这是NBA三分线 到底角没能还一个 上海队有反超的机会 还是找弗雷特 他手最热 哇真劲 运动员来说啊 赶紧结束这半场啊 方方那个火气都需要 减一减 图神 又进了这个球 应该是有效啊 应该是有效 我觉得像是在 灯亮之前进的 但应该是个两分球 算上了 我们看啊 这球 凌波微步 没问题啊 两分有效 弗雷特 弗雷特 但是王若鹏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这球还真 有可能是有效啊 因为弗雷特是预判出了 孟达要犯规 这还真是三加一啊 严谨一点还真是三加一 孟达呀 三分有效 三分有效 远头三分 就断了 三打一 川普雷特 真厉害 比较到现在是7比0 上海队还是没得分 川普雷特 突进去 上反篮 川普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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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孟达心说 不光你能偷三分 我们也可以 川普雷特 强突造犯规 哦 裁判没看到这个球进了 好吧 只能这样了 四川就赢了 他们是完全配合上这场胜利 这场比赛 连续的抢到球权的这样机会 就多出来很多次 这场比赛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 四川队也是给了上海队沉重一击 我们并不是说因为上海队输球了 我们就 你外线实力再强 上海队今天外 福雷特45分 追不回来 福雷特 还是主 福雷特已经得了快50分了 四川队关键时刻还在失误啊 最后比赛 居然还会再升波了 也没想到 四川队 自己还是犯错误 但是即便如此呢 也是很困难 估计发出球来 上海是要犯规 然后再抢三分 下午三步 放送 下午三步 一秒 三分球如果 哎 这球没吹走步吗 火还真扔进了 这样前章比赛结束 四川敏胜在主场122比116 痛击顶头羊 上海队 好 观众朋友们 这辆比赛就已经直播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之后的比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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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那里 我们进城里赛 谢谢我们 一直到海赵子